男人把一端模型放在队站台上 随后便开启了美国赛区的外围赛决赛 而他对手的女武神同样非常强大 是美国赛区九富盛名的老牌高手 很快 双方的机体便进入了战场 一端高达是一个近战型的机体 完全没有任何的远距离攻击武器 而女武神则与之相反 远距离的攻击是相当厉害的 可一端机体就像是一名忍者一般 左右闪躲拥有非常高的灵活度 女武神见情况 便直接击碎一旁的石头 以碎石的形势对其发起范围性的打击 可这仍然没能难倒他 一个起跳直接掠过 女武神眼见刺客就要接近自己 便决定用出最强的火力进行压制 可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一幕发生了 一端不仅不闪躲 而且还使用身后的无视刀轻易 斩断了威力巨大的射线 如今的距离已经不够近 便轮到一端进行反击的时候了 一到X型的剑气冲击而去 轻而易举的撩倒了女武神 让其被重重的压倒巨石之下 可这毕竟是昔日的王牌选手 不至于一个回合就被斩落马下 没有了远程武器 他便只能掏出光剑与一端 进行近距离的交战 可面对近战转机 他的胜率寥寥无体 双方刀尖相向 可一端的剑要更胜一筹 转眼间便斩下他的一条手臂 易端反应极快用另外一只手 接住武器 可人家的反应更快反手 又给你另外一条手砍了 女武神见情况便选择用身体去撞 妄图以这样的方式赢得这场比赛 易端尝试用刀强制刹车 可出乎意料的是 女武神直剑把推力加到最大 让其没能如愿 眼见就要被他推向山体的时候 易端才真的要认真起来了 只是一瞬间 整个世界像是时间停止了一般 与武神一动不能动 随之而来的 便是一端轻而易举的 在他身上开了个巨大的洞 并且是放出一股极其强大的力量 整个场地都被炸得山崩地裂 轻而易举的让其彻底报废 赢下了这场比赛 アメリカ予選の優勝者 そして世界大会への出場者が決定 その名は 侍ボーイ ニルス・ニルス 参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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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加了